所以我还可以跟家长车 可以可以可以 来 快点还挺快 前面你是不是开赛车了 我告诉你 我以前就开小房车的 我个整形医生还得干正事 你要去首尔 你是要躲着金一军吗 这个 我以外交部特警的身份 请您配合调查 我们怀疑你 涉及导用他人合法国际身份 那女人是 我老婆 虽然不明白 你为何变成这样 但我知道你是冥冥 刚才你也看到了 家家现在很需要你 只要您指认他 疑似找您做过手术 我就可以扣留 暂时不让他离开 我们才能多争取一些事件 调查事件的真相 想要的得到了吗 你的理想有多少没被抹杀 你会心甘情愿吗 我会你心里的回答 你真的愿意低下头去认输吗 难道输赢对你来说 已经根本埋葬 已经根本埋葬 是的是 都是你想象的那种情况 不要被虚伪 模糊了你的目光 却是假象 真的会这刻是太荒唐 这笔宣言 让你慢慢失去方向 努力妄章 但他比以为你也一样 至少可以再多保留 一丝理想 等于我的呐喊 穿过云雾会成光芒 就能再为世界 开启相信的天窗 没有时间了 他马上就要离开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 我们在调查他 我想他之后 不可能再回到中国 一旦他离开 就算以后我们有了证据 也很难逮捕他 接着 哥 行了 别说了 我出来 赶紧瞎瞎 好 哥 这个最后一次啊 死判了 别啊 你不叫我谁叫我呀 我告诉你 就你这小破诊所 除了来个双蜜皮打个针 其余的二级以上的手术 都不可以实施 你连个抢救设备都没有 你想害死客户啊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小破诊所呀 我本来都已经请了 一个教授过来 给我做手术的 结果他临时放我哥子 说要去结婚去 那客人的麻药 还有基本手术设备 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你说我不上谁上呢 你就等着人醒了告你吧 再碰我最后一次 我把手术费都给你 你不会尽死不救的 我告诉你 金玉坚 这次如果人家不告你还好 要么谁都帮不了你 听见了 胖子啊 吴晨 现在马上给医疗协会打电话 说金玉坚的诊所违规操作 那他的执照会被吊销的 那不应该吗 快去 不是 哥 你 你别 你拿什么拿呀 就怪你 就你瞎说瞎说瞎说 干什么呀 你还要说什么呀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活该 这 这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容貌没有变化 说过我不要自然的样子 我整容 是因为我需要我的容貌有变化 汪小姐 您现在的相貌确实没有变化 但您不关心为什么脸上 会出现几道伤痕吗 还有 您也不关心我们是谁 您的主导医生在哪儿 我是客户 我今天花钱来整形 你们就得照着我的意思做 可是手术过程中出现了事故 您生命垂危 现在您一直只关心相貌 有没有改变 不担心生命安危吗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抢救您的性命 没有办法再继续整形手术了 汪小姐 您好 我叫刘北琪 我是您的抢救医生 其实你可以打电话 问您的主导医生 谢谢您医生 我会跟金医生联系 可是我需要整容 您可以帮我吗 您的心里我很了解 但是 你知道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整成外国人吗 我以前 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 我现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有一个机会 我想要改变 我很早就结婚了 我丈夫他 那一次不需要和我说 我是一个医生 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 那你可以帮我了 你要帮他做手术 我还没有表态 我都看出来了 以你的性格 一个中国人变成外国人 这么大的手术 你肯定想挑战一下 到最后你一定会帮他的 但是 我没有拒绝他的理由啊 我知道你是个技术狂人 逮着谁最想怀了两刀 可是 咱们这个月 甚至后半年的预约都满了 你今天下午就一台大型手术 还有两粒开眼角 两粒疯唇 还有一个眼袋修复手术 你这周之内还有一个机械 但是我给他做手术 只需要一顿午餐的时间 是 午餐时间是你自己的 你的时间是世界的 你知道就好 那 我早就应该明白 这才是你人生的乐趣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殿佢 我做完手术以后 她还去了别的地方 做了发体检增膏 欧式双眼皮加深 全身皮肤美白 起码快一年的时间 都躺在手术台上 陈铭 我们请回了大使夫人 来配合工作 如果在二十分钟之内 你还有这位医生 提交不出新的证据 那么上级将会允许 大使夫人李静 请 陈铭 加油 刘医生 拜托帮帮我好吗 我知道对您来说 不符合刘长 但是我现在别误他法了 我对你的遭遇 很同情 但是作为医生 我很抱歉 刘备齐医生 你有过爱的人吗 刘备齐医生 当爱遭遇背叛 背叛将爱变成恨 最后恨也消散了 我只想争口气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 被他伤害过的人 再过二十分钟 他就要登基了 那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真相 也就要永远消失了 我可以 放心吧 这里并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 你好狠 终于开口了 一开口就不开了 就是这句话 不过你错了 不是我狠 而是你 你终究为了你的追求 抛弃了我们的家 我们曾经是最幸福的一家人呢 你为什么不放手 为何不放过我 让我走 放过你 你知不知道 我爸昏迷的时候 还挂念着你 你知不知道嘉嘉临死前还叫着你 所有的人都在担心你出了意外 不要 再跟我提嘉嘉 你不能这样 是你 是你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宝贝女儿 当初你说是公牌留学 结果你却失踪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不是你不见了 我爸就不会犯高血压 到现在还躺在床上 而且 嘉嘉也不会遇上车祸 你知不知道 就连我妈她现在 每天都吃不下睡不着 王蜜蜜 要是我问你 你为我家带来了什么 你带来的只有灾难 那是你 是你苦求你父母收留我的 我根本不想那不是我的选择 我说过 我不需要别人来掌控我的生活 明明 老师刚才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没说什么 老师就嘱咐我 要听大人的话 要感谢你们 我 那你说什么呀 我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有我想要的生活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很感谢 你和你的家人给我的一切 但那不是我要的 你能明白吗 小时候不明白 现在我明白了 其实我内心里最后悔的 是我的同情心 倒是把我的父母 也拉进痛苦的深渊里 你不能怪我 这不是我的错 你和你的家人 为我做的一切 你们觉得是为我好 可那不是我要的 每天妈妈起来做早餐 给你买衣服 对你好 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不明白 你还是不明白 当年我爸赌博 染上毒瘾 害得我交不上学费 还败光了我们家所有的钱 把我妈逼死了 是她杀了我妈 liches 你看 老公 老公 什么 你回来了 给我点钱 没有钱了 明明要开学了 我求你 你不要再把钱拿去堵 拿去吸毒 你自己给我一支 你给我一支 这次赚完钱 不要 拜托你不要 不可以 不要 不要给我 给我 给我 救命啊 有没有人能救命啊 给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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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我再也 不要陷入贫穷 你能明白吗 其实我根本不希望你能了解 你出生在特权家庭 你不会明白的 那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 你不了解 每次我看着你和你的家人 你们互相关心 互相爱着对方的样子 总是让我想起那些我没有的东西 我永远都是被收养的小孩 如果我继续跟你在一起 我就永远无法快乐 那些日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 只有逃离 你 我绝不会让你毁了我现在的生活 你真是滴水不漏 你不知改变容貌 还如此谨慎 连谈话都随身带着点波干扰器 你以为阻止我录音 我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抓住你的把柄 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拆穿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很简单 就为你所伤害的人 付出你应有的代价 你只剩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我就要离开 唯一能阻止我的方法 就是证明我真的做了手术 去啊 找证据啊 在我去法国之前 先生 陈 我们刚刚收到这些信息 从德国政府 认识了他们的惊喜 在我们的领导刑下 他们的领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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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立即选择 他们的领导则 我们的领导则 我们要快速 我们要快速 我们要去成立的 成立的成立的成立 我怕他们会有没有时间 去改变你的衣服 那是不错 我会改变 这里 Excuse me 我会改变 我现在被人抵达了 我会改变 是在女人的领导则 她已经让人去 王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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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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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